大家好,我是Technik,中文版的Genie 刚刚Apple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看Apple Wash Part和Apple Wash Ultra的五大亮点 第一,Apple Wash Part提供最新型的温度传感器 可以帮助追踪身体曲线 每5秒一次的频率测温,精度可以达到0.1度 凭这个使用者可以更方便探测排卵器 第二,Apple Wash Part推出了最新的功能叫做Crash Detection 这个功能会探测到你是否遭遇了严重的车祸 当侦测到严重的车祸,它就会自动启动Crash Detection 会提供你的位置,并通知你的紧急联系人 第三,Apple Wash Part和Apple Wash Ultra配备了Low Power Mode Apple Wash Part启动了Low Power Mode,电池续航可长达36小时 Apple Wash Ultra启动了Low Power Mode,电池续航可以延长到60个小时 还有Low Power Mode占用于运行Wash OS9的Series 4以及更高的版本 第四,Apple Wash Ultra也为水费潜水而生 它可以显示当前深度,水温和水下时间 非常适合休闲潜水员,它有通过EN13319的认证 第五,Apple Wash Ultra具有了风磨功能 同时还带来了精准的频段GPS 提供了L1加L5的GPS,可以更准确的排位位置 至于价格方面,Apple Wash Ultra售价为3799令吉 而Apple Wash Part GPS版本售价为1795令吉 而Apple Wash Part蜂窝版本售价为2245令吉 好啦,这个就是Apple Wash Part和Apple Wash Ultra的五大亮点啊 我是Technive 中文版的吉利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 拜拜!